欢迎收看新一系的十三公社的阿姨讲历史 刚看完这个视频 印象最深的是不是那个尖顶盔呢 是的扣一不是的扣二 今天阿姨给大家讲讲这个尖顶盔 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索普鲁士尖顶盔 经常会有这样的评价 例如中看不中用啊 保护性差啊 账号里的完美阻击目标啊等等 但问题是这些评价的时代背景一战 距离这个头盔发明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 随着工业革命发展 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普鲁士尖顶盔最早出现于1842年前后 在此之前普遍使用了一种叫做沙考的军帽 这种军帽随着拿黄军队横扫欧洲而流行开来 当时普鲁士也用这种军帽 滑铁炉之战后 普鲁士军队影响力大增 随后军事实力继续壮大 逐渐需要一个独特的代表形象 传说斐特列威廉四世 有次去找俄国沙皇 看到桌上放着一个从没见过的戴尖顶的金制头盔 特别兴奋 回去后马上凭印象设计书找人打造 于是就有了普鲁士尖顶盔 纯金属打造的尖顶盔 最开始是为皇家卫瑞的重骑兵配备的 因为过重步兵还不能使用 后来有一个叫Frederick Harcourt的皮革厂长 通过硬皮革实现了这个设计 普鲁士士兵开始逐步普及这个尖顶盔的装备 不过给炮兵的装备把尖顶换成了原理 避免炮兵上膛等操作时候戳到队友 这种头盔相对之前的高筒Shackle帽更为轻便 遇到异常天气 比如刮风下雨 可以大大减少浸透和封锁 尖顶还可以一定程度减少骑兵在短距离 肉搏时劈砍造成的伤害 前面的金属灰灰可以一定程度的抵挡火枪正面射击 也可以换成其他王国的标志用于区分 从心理上这种特有的尖顶盔 对普鲁士士兵自身的凝聚力和士气 以及给对方气质上的压迫都增加了buff 另外这个尖顶可以拆卸 换成阅兵时候的各种其他的华丽装饰 普鲁士在后来的普丹战争 土澳战争和普法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 普鲁士影响力进一步的提升 尖顶盔也被更多的国家效仿 传到了北欧和拉美典型的比如智利亚瑞典等等 然后时间来到了20世纪 火炮的杀伤力与日俱增 特别是机关枪的发明和战壕的使用 尖顶盔这个上个世纪的王者突然就成了青铜 不再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 而且在战壕的时候特别容易暴露目标 就逐步被圆顶钢盔所替代了 但是作为阅兵和礼仪场合的用途 在一些地区还是保留了下来 而且成了金浦必备的出镜道具 好的 今天的历史小课堂就先到这里 大家还想听什么 关注三连 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下期见喽